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13岁至24岁之间的受众,占该应用程序用户群的69%,大致比例如下,13岁至17岁,27%,18岁至24岁,42%,25岁至34岁,16%,35岁至44岁,8%,45岁至54岁,3%,55岁以上。 4%,其中,女性用户,占60%,男性40%,TikTok商业数据,11,TikTok的用户付费量,在全球付费APP中排名第六,而Penny的研究表明,用户在TikTok上的花费,正在上升其中,很大一部分是,用户给红人刷的虚拟礼物。 2020年第一季度,TikTok的用户付费量排在Tinder,YouTube,Netflix,爱奇艺和腾讯视频之后,位居第六,图为全球顶级APP2020年QE的表现情况。 而Penny发现,总体而言,今年消费者,在各个APP上的支出,达到创纪录的,234亿美元,说明用户的付费意愿,越来越强了。 12,TikTok承诺能够保证开屏广告每日,获得500万次展示,开屏广告就是用户,在打开APP时看到的全屏广告,形式可能是视频,动图或图片,时间持续几秒钟,并可以跳转到,品牌账号或外部网站。 据悉,开屏广告的费用为5万美元,而且每天只承接一位品牌商,且能够保证500万次的展示。 13,TikTok上的广告价格范围,从50美元至15万美元不等,有权使用TikTok自助广告平台的广告客户,可以设置每日或全部预算上线。 广告组一级的最低预算,为50美元起,具体的广告形式和价格如下。 共参考,视频内广告,每个广告系列每日,最低2,5万美元,最高3万美元,开屏广告,每日5万美元,Hashtag Challenge话题挑战板块,6天15万美元。 Branded Lenses用户使用自己拍摄的视频,参与活动,8万美元至12万美元。 。